各位网友,大家好,今天是2024年6月18日,这是今天第四场读报点评节目,刚才看到海外的万维网,有一篇文章,终于明确地承认了,以前媒体还没怎么太认同我的观点,就关于胡春华的事。 我早就在几年前就讲了,习近平现在反腐卫啊,搞来搞去的啊,抓了很多的人,其目的,最终的目标,现在主要的目标,其实针对胡春华。 现在中纪委网站是6月17号,他发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纪律触犯条例,叫政治纪律修订内容,标明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,坚决维护党中的权威,集中统一领导。 这篇文章,他讲,他从标题上看,已经给人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,又分析说,团派虽然对习复首帖尔,但躺平冷对抗,普遍现象,很可能习在三中全空前要拿团派的胡春华开刀。 我给你讲吧,一定是会拿胡春华的,因为什么呢?胡春华现在是最有实力的,党内的,非习家军的林俊肉。 因为李克强肉体上消灭掉,人都,大家都知道,人死都灯灭,人死了不可能再回来了,生命就一次,习近平终于放心了。 但是还不放心,那就是胡春华,因为汪洋虽然对他也不放心,但汪洋大概率已经软禁了,另外汪洋本身已经退下来了。 那么现在对于习近平来讲,构成挑战,那就是胡春华的。 别看胡春华现在边缘化,就是政协副主席,但他毕竟很年轻,而且资历比较深,再加上习近平这四年搞了自己一堂,元老们要想救党啊,最后的农历,我相信还会有一些人比较推崇这个胡春华。 所以呢,这会抓这个乌英杰也好,黄波也好,等等的,其实主要的毛团队是对的,不是黄,当然也会累积陈全国,陈全国早在两年前,你往回翻翻看吧,咱们不去牛皮啊,你就看我早就想到陈全国,早就出事了,不是现在的事。 因为他也是,他跟那个汪洋差不多少,都属于退起来,过去是,一个是老胡,世纪平还挺赞,只要他不止,流一口气,总有一定的好着力。 再就是俩胡,那二胡,就是胡海峰。胡海峰因为他年轻,再是他爸爸的形象,相对下来比较好。 那么再就是孔子华,现在两个人都有闲职,都有个边缘化的事。 胡海峰是民政部副主席,他是这个政协副主席,还有个沈岳岳,周强,刘七宝,刘七宝,周强已经叫习近平整个差不多少了,王勇也是,是吧,那么沈岳岳比较狡猾,好像习近平没怎么给他,没怎么整他,但是我认为啊, 恐怕也不会信任他,就这些人了,那么三中全会主要的目标是两伙人,一个是打击元老,反对习近平的军队当中和这个原先党内的啊,这些退下来的,只要这些人他还活着,那么他们团结起来,还是有一定的力量。 另外还有习近平,他不管怎么样,他搞一言九点,但他毕竟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,在搞什么,搞地帮制,对吧,还有伪善的这一面。 另外国际社会先围堵中人到了危机的时刻,他也不得过他们抱团去暖,因为中共一旦垮台了,管他元老新贵啊,什么习家军,江家包还是胡家包,都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清算,只不过是不同程度的清算,对吧。 所以这个大目标也使他们有理由就是进行一些勾兑,所以三中全会比较重要啊,这份文章讲了,他说外界普遍估计啊,三中全会将开启一个计划经济,政治更加独裁的新时代,对,他这个概括是对的啊,一个是要搞计划经济,没有别的招了,也就是国有经济啊,打击民营企业家,甚至掠夺民营企业财产,个人财产也开始掠夺, 你看现在开始倒查税收了30年,别着急,现在说是查的是个别几家,以后会越来越多,一直到最后清算个人财产,全抢官位置,因为习近平搞得上经济啊,救不了,只能抢,一定是这样啊,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的权力进一步击中,就是战事管理啊,什么事都他说了算,他家族说,一个是他这老婆彭丽媛,成为江青的, 一个是他弟弟续远平,成为什么呢,就是他的警卫团队,对吧,搞不好他妈妈给他出典了,就要活着他,慈禧也给他出典了,现在完全是就他家人说了算,那么,再加上殿小二,什么中少军了,什么,中少军给他复得军队里面的一些情号,跑腿了, 那么,这个,王小红给他跑这个公安的一些情号,抓人,那么李希吧,他是给他在中纪委,监察为抓人,啊,这个等等,呃,我认为大概率是这样,要搞一个爆发北韩,如果和美国冷战,对他有利,如果擦枪走火打架,就是,全面的爆发战争, 这要看习近平未来面对什么形势,如果这个形势他守不下去了,呃,各地的狼言四起,就像今天讲到了,啊,开始沙村观,沙村观再升级,由地区变成蔓延全国,由基层面,面对往上发展,比如说沙县长输起,那可能习近平实在是没有办法,他是不可能想当乔赛斯工,是吧,他就打了提起来,可能就开始找这个菲律宾,呃,做家乡,或者, 或者是台湾,或者是这个,南韩,啊,南韩他可以通过北韩挑事,来打,那么,印度边境也会,也可能出事,还有呢,呃,美国在背后也会使劲,美国现在很可能要在新疆,西藏,利谋,这三个地方搞事,差不多少,因为说,习近平在这得罪人太多了,到那天,还有一股势力是,叫,有一些人要搞满洲国,那日本的势力,是吧,然后在港澳,就香港一批, 亨共产党,是吧,所以习近平面临的这个千仓百孔,风雨飘摇的这个船要沉了,当他看到这个船,迹象沉默,守不住了,现在好像在这儿沉着,呃,等到守不住了,他一定会破罐破碎,打台湾,啊, 啊,那么在这之前,他将什么,以所谓的党纪学习教育,也就四月份到七月份,开始日常,冠冕堂皇,这个运动,来干嘛呢,清除党内的一起逝离,防止他们成为带路党和,这个,菜恶,啊, 啊,有些人可能就要,到那天把枪口对准吸一遍,他打个提前链,啊,有一部分关到监狱里去了, 雁城监狱,清城监狱,等到打起仗的话,他会下令贺荣,杀,杀这些人,防止他们成为舌头, 明将来清算的时候,人民的法庭将,讲证据,不能讲政治,啊,他把留下证据,啊, 啊,包括,石正丽这样的人,钟南山,是吧,孙春兰啊,还有这些人,就是,反正当年你要了解那些人,参与制造这个, 新冠病毒的,如果是他故意制造的话,如果不是制造的话,那就是低能,愚蠢狂妄, 啊,这个,死的,掌握着真实死亡数字的那些人,他都会杀掉,还有历次政治运动中,造出他迫害人们,包括,呃, 呃,异议人士,还有这个,党内的对立派,就关到监狱这些人,啊,像周永康啊, 这个,令计划呀,孙政才呀,波西莱,他都会,全部给干掉,要不,要不他担心这些人,将来, 出来以后,坚决揭华,那他就跑不掉了,啊,那么他自己怎么办,他将逃往, 我认为他能路线逃往南非,他早就设计好了,啊,呃,所以现在这场三中全会, 钱特别关键,因为最后的时刻,他准备开始抓人,就像斯大林肃反, 准备把胡春华为老大,陈全国,啊,周强,刘希宝, 沈月月,呃,这些网友,啊,凡是这个, 飞行下去,林军如,他会通通的给他们,想办,干掉, 我认为他是这样,啊,所以他现在才,搞出现在这个, 这个所谓的文本,就6月17号发表这篇文章, 其中讲到,坚决维护党中的权威,保证党中良, 政令畅通,他,这篇文章讲说是, 中共强调什么就是缺什么,因此呢, 中纪委强调维护权威,那政令有人挑战他的权威, 政令畅通正威,他讲的话,别人不当回事, 现在确实是个假象,没有人给他当回事, 我看很多人回头讲,老江,问题没有那么严重, 说谁搭理他那套东西,该怎么样怎么样, 好像,嗯,有些城市,啊, 和过去的变化不大,就他讲那套东西, 没有几个人就是说真正给他落实, 就是应付他,应付他就完了, 什么都一样,就有些餐饮啊,服务业, 各方面生意也很好,该吃该吃,该喝该吃, 说啊,人们也是拿他当调侃, 嗯,有点类似于像服务那个年代,啊, 因为又有人这样讲,咱们现在不太清楚怎么样, 但是我感觉,一定是老套路,就上有政策, 下有对策,都是两面人特别多,啊, 特别是部队,所以呢, 这边文章讲说,当所谓维护,啊, 需要以这个严格的党纪来进行恐吓的时候, 说明维护的虚弱和伪,啊, 啊,中纪里列举条约一共56条, 第二款,将贯彻党中要决策部署, 只表态不落实, 未有原来的,啊, 这个违反工作纪录, 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录, 也就是说上,以后他会对这样的官员进行这个处罚,啊, 可能抓的人越来越多, 因为他把人一抓, 关到监狱的就是给他们劳动啊, 改造嘛,对吧, 他就放心了, 然后他用这个监狱管理局贺荣管住, 等到战时的时候, 他一下令, 然后贺荣一下令可以杀, 对不对, 那杀他们很容易,啊, 到那时候他可能就可能要灭这些, 这些官员监狱的穷途了, 大概率是这样啊, 所以这个他现在不怕抓人多, 因为多了以后他好处理, 对啊, 一个是拿起账了以后, 可他们逼迫他们上战场送死, 那俄罗斯不就是吗, 另一个战士可以不划成本, 让他们生产这个产品, 我在监狱里干过, 白给他干啊, 包括那些各地的官员, 他同样不能放过啊, 然后等开战, 他就杀害他们灭口啊, 集中干掉他们, 他觉得方便啊, 这样他才能放心, 因为什么呢, 他这几年, 十几年发现了滔天罪行啊, 他把将来民主转型以后, 人们清算了, 他就麻烦大了, 你就想他干这十年, 就他处理这些事, 得罪的人呢, 太多太多了啊, 他也知道非常危险, 这是他最后的大决战啊, 所以呢, 中纪委的解释, 条例做了上述修订, 其中有一条叫, 在于推动党员干部, 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, 建筑行动, 建筑实行, 在落实党中央决策上, 坚决做到言行一致, 不折不扣, 那就菜鸟们可能要下海狠手啊, 其中主要讲到团团伙伙的问题, 还讲到有些人, 这个, 瞻前顾后, 威首威蕊, 木齐沉沉, 一坛死水, 这证明什么, 证明他现在要下什么动作啊, 还用了一个词叫帮帮派派, 以前没有这样用, 您先只讲团团伙伙伙, 文章说, 不允许搞利益集团, 进行利益教会, 指出有的案件一查就是一串, 拔出萝卜带给你,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形成了, 事实上人身衣服关系, 一句话, 就是你必须衣服到他身上, 你衣服到别人身上, 或者是执行不给力, 他就开始往私利整, 所以他这个自己搞了小圈子, 别人要一单搞小圈子, 他肯定往私利整, 所以这篇文章就讲到了, 以前抓的孙力军, 刘延平等, 那么下一步我估计, 他不管抓谁, 最大的目标就是胡春华, 这篇文章最后讲, 说是有分析指出, 习平现在内外交困, 虽然已经定义余孙, 但党内高层却明显对他严重不满, 前太子胡春华的存在, 让他如不满在位, 为了震慑团派, 彻底断了其他人, 有一天改换门庭的最后希望, 很可能会拿下胡春华呀, 本人也这样认为, 那么至于他给胡春华是什么的整法, 咱们不太清楚, 因为他早就把张永泽, 早就投案自首了, 西藏之社区, 但是投案自首这么长时间, 他没动, 那证明胡春华够猛, 可能是比较连结, 很多事查证没所失, 你比如说吧, 张永泽为了自救, 是吧, 可能检举揭法说给胡春华30万, 30万这么高的级别, 你得走过场啊, 走程序啊, 走不过去, 你得有什么, 有流水, 对不对, 你要说就我们两个人一比一, 没有人证, 物证, 那这不能认证, 是胡春华受了钱, 对吧, 你像胡春华这么狡猾, 我们通过这个杜文的评论, 回忆可以看出, 胡春华可不是一般的人, 就是他搞钱, 也会搞的是天意无分, 不留任何痕迹, 对吧, 另外可能我认为他也不是那么贪婪, 也是干了两届风扬大力了, 也是看透了人生, 他要的还是名, 那么也可能就根本抓不着什么罢笔, 你包括杜文讲这个故事, 就这个事即便是胡春华下令的, 所以要给孟建筑行贿, 那胡春华也可以有话在这等的喜悲, 这是我为了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利, 对吧, 内蒙古自治区是在深圳有块地不是的, 为了集体的利益行贿, 就算是我的话, 也是决策错, 我没有拆到我腰帮, 一方一痕, 一分一痕, 一分一文, 对吧, 那你还是动不了, 因为这么高领导的干嘛, 肯定他要抓胡春华, 他搞这些名堂, 原来我们肯定有些人就像我们这罢点一样, 说你这是打击爆, 你再搞掉了以后, 共产党就不能刺激, 你瞎扯啥, 我估计可能这些贾庆林啊, 什么这个李律环啊, 吴邦国啊, 是不是啊, 周荣基那大眼珠, 邓都和他拍肩膀, 拍胸, 是拍胸骨, 是吧, 二就要说过这个, 到那天他就拿出什么呢, 任正乌生叔叔在会上, 你看, 这么多人检举揭发, 王伯也检举揭发了, 这个乌英杰也揭发了, 张庸泽也揭发了, 那都是假的吗, 这样原来我们就在晋升了, 对吧, 就不得不第一枚顺眼的服从, 据说表决, 因为他正在开预备会议, 我估计已经开了好多厂了, 可能开不下去, 他要搞计划经济, 原来老人不干, 甚至骂娘都说不定, 毛泽东当年, 你想那么大权威, 毛泽东七千年大会做捡逃, 隔况他呼, 是不是啊, 隔况就小儿呼,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, 像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, 都是假的, 我就跟你讲吧, 我在新华社干了五六年, 我不知道吗, 你报道完了, 新华社那些领导, 写完他们搞, 会就开骂, 哪不骂, 我只是不愿讲太具体, 讲完了以后人家丢脸, 人肚子这样, 到时候他不承认了, 说也不好, 是吧, 我要告诉你, 比如说采访李贵仙了, 那个时候省委书的李贵仙, 是吧, 刚报道完, 回去就开骂, 是吧, 你比如说他吹捧了朗朗, 回来就开始骂, 这种人我都见到过, 我跟你讲嘛, 两面人, 面地都是两面人, 我告诉你, 为什么, 他写这些东西吹捧这个人, 他就是为了生活, 是不是啊, 你包括吹捧那个海军, 这个方永刚, 那不都是假的吗, 是吧, 那不就是朝阳的, 咱老师吹捧的吗, 老师搞的吗, 咱老师就朝阳的吗, 我跟你讲都是真的, 眼帘白白的, 辽生大学历史期, 七八一班的老师徐老师, 我都忘了他叫什么徐, 政治辅导员, 我跟你讲, 原先我就不喜欢他, 他就是, 他就想怎么可能海面, 水面舰的军书的一个点是, 在朝阳找的, 那不就他找的吗, 那不都是假的也行, 假的也行, 胡锦涛愿意啊, 因为什么, 那标志着胡锦涛把军权, 从江泽民手里夺回来, 所以他死的时候, 胡锦涛再去, 永刚啊, 我是锦涛, 那都是作秀, 是吧, 这个我是, 我跟你讲, 我跟你讲都是真事, 你就想想那些海军们宣讲, 那个团讲这东西, 都不是假的吗, 我只是有些事不能讲, 太太痛扯了, 不好, 是吧, 说探透不说透, 都是好朋友, 咱们生活当中, 为什么朋友这么多, 就咱们有些事在看透了, 咱们咱不参与政治, 咱们讲的是啥意思, 就让你们知道真相, 他就也是一样, 他这次讲的什么, 这共产党员条例啊, 绕了半天, 实际上他就想把这个, 对立派一网进, 那李克强死了, 他就还不够, 我认为他即便给胡锦涛抓了, 他还是不安全, 他的不安全来自于谁, 来自他自己的低能愚蠢和狂, 所以他将来啊, 他整个人越多, 他将来啊, 这个下场越惨, 我跟你讲, 我不信你们看啊, 他完蛋了, 他不听我的劝, 2012年刚上来, 我写了好几篇文章, 你看我写那篇文章, 不可习来与习近平, 是吧, 你看那时候对他寄有多大希望, 你想像我这样的人都来批评你, 你就想想你干到一种什么程度了, 是吧, 你别别别人, 你就怨你自己, 是吧, 这个人就是这样, 你没有文化呀, 你一点怨不了别人, 没说信的话, 那么, 但是他走到今天, 已经无路可走了, 就是说走投无路, 还是要继续走下去, 是吧, 所以这是一个好事, 这个党啊, 即将崩塌了, 垮掉了, 垮掉了中国人民才能赢了一个, 这个新中国, 这太好, 太好, 千万你别下台, 一定是干下去, 直到最后, 最好能和美国打起来, 哎, 这应该讲, 就整个这个事基本就做成了, 是吧, 可能下一场再给我们讲一讲, 今天美国之音, 还有加拿大的重要新闻, 你比如说, 布林肯又给西民下了最后通牒, 这可能是最后的通牒了, 是吧, 再没有机会了, 好, 谢谢, 再见, 再见,